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犹太巡抚 那到任之后过了三天 他就从这个 他的办公室的所在 在这个犹太行省的省会 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 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 向他控告保罗 又殃告他 又拜托他 求他的情 可不可以将保罗 从该撒利亚那里提到耶路撒冷来 因为他们的诡计 就是想要在半路上 埋伏杀害保罗 那这个巡抚的反应是什么呢 第四节 菲斯都却回答说 保罗压在该撒利亚 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 又说 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 可以与我一同下去 那人若有什么不适 就可以告他 菲斯都他很可能也知道 之前保罗 为什么会被这个上一任巡抚 他留在耶路撒冷的千夫长 趁半夜 这个千夫长派兵 把扫罗从耶路撒冷 移到这个盖撒利亚去 因为就是有人要来谋杀 这个保罗 所以这个新任的巡抚 他就不太敢冒险 让保罗 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受审 很怕半路出世 第六节 所以菲斯都就在耶路撒冷那里 住了不过十天八天 就下该撒利亚回去了 第二天 他坐堂 就是他要审问 吩咐将保罗提上来 保罗来了 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 犹太人周围站着 将许多重大的事 控告他 都是不能证实的 我们就来看保罗 面对新的巡抚 以及这些犹太领袖 对他新的一波的控告 保罗会怎么样来回应 第八节 保罗就分诉说 无论犹太人的律法 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 我都没有干犯 因此保罗认为 他是坦荡荡的 不论是犹太人 关于律法的要求 或是犹太人 指控他 玷污圣殿 还是说要用 罗马的法律来告他 保罗都觉得 他没有地方 有犯罪或犯错 第九节 但是菲斯都 这个新来的巡抚 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 就故意问保罗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听我审断 这事吗 哇 这个菲斯都 为了讨好犹太人 所以不惜要牺牲保罗 第十节 保罗觉察到 这样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他就说 我站在凯撒的堂前 这就是我应该受审的地方 因为保罗他是罗马公民 所以他可以要求 这个 在法律的诉讼过程中 他可以要求最后 到凯撒的面前 去这个被凯撒来审问 他说 我像犹太人 并没有行什么 不义的事啊 这也是你明明知道了 我若行了什么不义的事 犯了什么该死的罪 就是死 我也不辞 就是我死也没关系 他们所告我的事 若都不实在 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 所以我要上告于凯撒 菲斯都没有想到 保罗竟然会来这一招 就是保罗死都不要去耶路撒冷 因为他知道 他不会受到公平的审问 他一定会死于这些犹太人之手 所以他就是希望 他要往罗马去 那因为保罗之前 他就很想计划一个 第四次的宣教之旅 就是要前往罗马 而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捕的时候呢 那时候这个神也告诉他 说你不要害怕 就是有一天 这个你会站在凯撒的面前 来答辩 所以呢保罗他之前 被这个前任巡抚 积压在盖撒利亚 一关就是关两年 保罗想说继续留在盖撒利亚 也没什么意义了 所以他的决定 他要前往罗马去 因为神说他会 站在凯撒的面前 十二节 菲斯都就和议会商量了 结论就说 你既上告于凯撒 可以往凯撒那里去 十三节 过了些日子 雅基帕王和百尼基士 来到盖撒利亚 这个雅基帕王 是这个西律雅基帕二世 他的父亲就是在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 杀害使徒雅各 然后后来他自己因为 骄傲自大被神处罚 被虫子咬死的那一个 西律雅基帕一世的儿子 所以他是二世 那百尼基呢 是他的妹妹 所以呢 他们就来到盖撒利亚 要问新任巡抚 菲斯都的安 在那里住了多日 那菲斯都呢 就把一件难解的事 来请教这个雅基帕王二世 所以他说菲斯都就将保罗的事情 告诉王说 这里有一个人 是上一任巡抚菲利斯的时候 留在监狱里面的 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 祭司长和犹太的长老 将他的事禀报了我 求我定他的罪 我对他们说 无论什么人被告 还没有和原告对职 就是未得机份 未得机会能够来分诉 就是这个解释 所告他的事 然后就直接先定他的罪 这也是不符合罗马人法律的条例 所以呢 极致他们 就是后来也通通来到了 盖撒利亚这里 那就正是他们想走法律的途径 那我就不担言啦 所以第二天我就开堂坐堂 吩咐把保罗那人提上来 然后呢 告他的人就站着告他 所告的 其实呢 并没有我所腻料的那一等恶事 不过是有几样辩论 什么样辩论呢 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情 他们自己宗教信仰的事情 在辩论 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 是已经死了 可是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 就是在辩论 耶稣到底有没有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 二十节 这节是当怎么就问 我心里作难 所以问他说 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 在那里为这件事情听神吗 二十一节 但是保罗求我留下他 他要听皇上审断 我就吩咐把他留下 不让他去耶路撒冷 让他准备怎么样 等我解他到凯撒那里去 那为什么这个巡抚 要跟雅基帕王讲这个保罗的事 因为巡抚他不是犹太人 而雅基帕王他是犹太人 所以巡抚想说 那可能雅基帕王比较懂 他们犹太人内部这些纷争 所以就请教雅基帕王 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看待 二十二节 雅基帕就对菲斯都说 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个人辩论 雅基帕王对保罗产生的兴趣 他说他想要听听看保罗 他是怎么样为自己辩护 菲斯都说 明天你可以听 二十三节 第二天雅基帕王和百尼基 他们大张威势而来 就是这个场面 派头摆得很盛大 然后就带了很多随从 带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公堂 盛世浩浩大大 因为这个是地上的国王 那罗马的巡护菲斯都就吩咐一声 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 菲斯都说 雅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啊 你们看这人 就是一切犹太人在伊路撒冷和在这里 曾经向我恳求呼叫说 不可容他再活着 但我查明 他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罪 并且他自己上告于皇帝 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 罗马给皇帝 论到这人 我没有确实的事 可以咒明主上 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 也特意带他到你雅基帕王面前 为要在查问之后 有所沉咒 据我看来 要解诵囚犯 却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 也就是说巡抚认为 他觉得其实保罗也没有犯什么罪啊 那没有犯什么罪 我又把他押送到皇帝那里去 那皇帝问说那他犯了什么罪 你为什么把他押过来 我又讲不出所以然 这样也不行啊 所以今天呢 就是请大家来帮忙听听看 到底这个人要把他押送到皇帝那里 他犯罪的事由到底是什么 不然根本没有办法 把他送到皇帝那里去 那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 就是保罗这个囚犯 之前就是有他人三番两次想要害他 可是呢 我们之前也有看到 神却应许他 不会在这边被害的 果然这时候神就要开始来动工 那神之前也跟保罗说 我要使用你在外邦人面前 甚至在君王面前 为我做见证 那看起来今天一个大好机会来了 保罗将有机会在犹太人的王面前 做见证 见证耶稣基督才是那真正的弥赛亚君王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赞美你 主真的是不论地上有什么样仇敌的诡计 什么样的阴谋 主都不能拦阻你自己伟大的旨意 我们看见 这是你在掌管所有的事情 主你甚至给保罗一个机会 能够在巡抚 在犹太人的王 还有许多领袖大臣面前 有机会公开来为福音辩护 主啊 很多时候 你的安排真的是令人意想不到的 主我们只能说 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受挫折 或是在困境里面 却不知道 其实是你正在酝酿跟预备我们 能够承担接下来更大的使命 感谢赞美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愿神赐福大家